对于女人来说 做月子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所有的恢复都在这个时期特别重要 选择了爱贝宫这个月子中心以后 是噩梦的开始 之后就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 2020年10月28号 王女士的女儿降生了 家人赶紧联系了北京爱贝宫国际母婴月子会所 准备送她到月子中心休养 没想到第一次体验就很不舒服 由于新生儿需要一个平躺式的蹄栏 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说有 那好我们就去了 结果31号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发现这蹄栏 只发现了一个立式的 对于一个新生儿脊椎包括腰椎都没有长好 这东西绝对不可以使的 是非常的不专业 由于婴儿没法躺 只好由护理人员抱着婴儿来到月子中心 本想着住进月子中心里会好些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遭遇 让王女士至今难忘 在哪吃饭我都能吃一口热乎饭吧 然后在这前三天没有一天能吃热乎饭 这肯定上来时就凉了 因为那间中午吃的是鱼 那个鱼本来就腥 因为那是海鱼 然后还是凉的 都不别人没法吃 吃了一个我就要吐了 你摸摸这个鱼 不摸摸摸是不是凉的 鸟头就给你热一下 别天天让我因为饭的这个火之万分 跟你们急 祝你们家两天 别人得给两天吃凉了 来你们都摸一下这个鱼的温度 直接摸 这鱼是试凉的吧 是 这鱼凉的能吃吗 不能吃先生 我现在给您落实这个事 这是咱们的鸡蛋吧 嗯 这是看定吗 是是是 这是鸡蛋里面的 我看一看 不是姐你等 这是什么呀 这是鸡蛋里面 你们给孕妇吃编制鸡蛋 开始我没往下 帮我咬了一口 然后我就给吃了 然后我就看有点 那点还特别大 证明什么 这肯定是不新鲜变质的 沙先生说 为了让妻子安心做月子 今年7月份 他找到了北京 爱贝宫国际母婴月子中心 交了5万多元 并签订了服务合同 合同中规定 月子中心不仅提供 五星级个性化定制的月子餐 还提供专业的一对一服务 可接连三天 饭菜是凉的 鸡蛋是发霉的 毛巾还是脏的 然后给我们又使那个 带使的毛巾 然后就那天我们一使 这这样是什么呀 就明显是粪便的痕迹 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个黑的 使你弄完了 我洗澡拿着擦 然后完了我拿着擦手 我还得抱抱孩子 没这么干的吧 经过沟通 饭菜的问题解决了 但接下来出现了 更加严重的情况 整个孩子屁股 在他们照顾当中 变成红 烂 皮肤已经完全开裂 特别心疼 然后那上全日的一门 然后可见是那孩子 一弄他那屁股疼疼就哭 不可能是一天所造成的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没有人跟我们进行一个告知 我们这孩子的父母 肯定有全知的 沙先生说 孩子拉息了九天 肛门出现红烂 情况很严重 为何月子中心没有及时报告呢 有可能消化不良或者是什么 如果不对的话 然后再发现大天 这个过程 你不会持续到八天吗 产后抑郁特别严重 一闭眼就是噩梦 然后都在想着 那怎么残爱我的孩子 然后还要怎么对待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 现在突兀一生 交了高价的服务费 在月子中心休养期间 遭遇各种劣质服务 沙先生找到了月子中心的负责人 他这个月子会所发现 实际上国家 他没有标准 不可能解 那是你们没有标准 能借带孩子吗 能脱离你们的实际服务吗 那不是 对爱贝宫服务的瑕疵 不是瑕疵 是严重问问你 有什么犯的呢 就是错误 我们可以用服务来弥补 以达到让你能服务的满意 北京爱贝宫 国际母婴月子会所负责人 承认服务有问题 既然服务有问题 月子中心该如何解决呢 随后 记者来到了北京爱贝宫 国际母婴月子会所 对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我说怎么做月子 做成这么糟 对他们的要求就是 把全款退给我们 并且当时必须正面道歉 记者了解到 北京爱贝宫 国际母婴月子会所所在公司 是北京爱贝宫 建月国际护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份成立 注册资本1500万元 今年3月份 该单位因消防设施问题 被相关部门 处以5000元行政罚款 另外记者在大众点评平台上看到 有多位宝妈妈 投诉北京爱贝宫 国际母婴月子会所 反映的主要就是服务差 月扫护理不专业 饭菜不可口等问题 如果月子中心的服务 达不到合同标准 消费者可以索赔 但是合同中 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考虑周全 有些事情 即使合同中没有约定 也会有大家默认的标准 比如不能给产妇 吃凉的饭菜 护理好婴儿等等 如果连这些 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做好 那月子中心 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如果确有 节目中消费者所说的情况 月子中心应当道歉和赔偿 本来是我们是决定去来的 就是没敢去 就怕遇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在家吧 你再怎么你能解决 可是你要到那儿了 你再给闹出毛病来 你再解决 你即使解决了又有什么用啊 有的那个月嫂是 她是不会那个弄着孩子 不专业 对 什么洗了 还有那个护理了什么的 她不会 月子中心是近年来兴起的 母婴保健护理行业 由于准入门槛低 市场需求量大 月子中心遍地开花 这些月子会所收费很高 少则几万元 多则几十万元 但是由于月子中心的 服务项目涉猎较广 包括住宿 餐饮 卫生 康复 生活料理等多方面 不同的服务项目 都分数不一样的监管部门 这也导致了监管权责混乱的问题 要有一个说 专管的部门 去监督它 像什么卫生部门啊 要好工商 所有这些 能管它的地方 让我们去投诉 让他们来去管 首先月子中心 自己要管好自己 时刻保持诚心经营的心 然后呢 还有国家要出台一些 相关的政策 进行监管 普通大众嘛 然后就会更放心一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新的服务项目不断涌现 出现一个新的项目 就要确定单独的监管部门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国家 实行的是分类监管 公司注册 由市场监管部门监管 涉及到教育的 由教育部门监管 涉及到食品的 由食药部门监管 涉及到住宿的 由公安部门监管 涉及到医疗的 由卫生部门监管 具体的月子中心也是一样 消费者在寻求 月子中心的服务时 除了要注意其是否经营正常 是否受过处罚 以及在消费者中的口碑外 还要签订 尽量详细的服务合同 避免出现纠纷和麻烦 另外 月子中心在经营过程中 如果发现消费纠纷 或者其他经营风险 由于缺少职责 明确的监管主体部门 消费者和企业 没有平等沟通途径 这往往会造成消费者维权难 月子中心的出现 满足了消费者 对于产妇和孩子的服务需求 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和任何新兴行业一样 月子中心也有一个野蛮生长 优胜劣汰的过程 但还是要不断推动行业 走向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 相关部门应该推动几件事情 一是推动建立行业协会 进行自主监管 二是推动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 取信于消费者 三是畅通消费者的投诉渠道 确保消费者 可以在消费者协会 行业协会 相关监管部门的投诉 得到冲畅的处理 对于消费者来说 也不用过于担心 毕竟我们还有司法兜底 任何纠纷 最终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